嗨大家好,我是苏苏,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海星》 小镇女孩奥利失去了好友格雷斯,而葬礼之上她强装镇定并刻意躲开了那些故作友善的攀谈 但在临走之前,格雷斯表情的一席话却让原本镇定的奥利感到一丝疑惑 因为对方提及格雷斯生前似乎给她系了一盘磁带 于是为了抚平内心的伤痛,奥利便在当晚偷偷摸进了好友的公寓 在这个装修别致的小公寓内,到处都是格雷斯生活过的痕迹 可在公寓独处的奥利却做了一个有关男友爱德华的噩梦 从噩梦中惊醒后,她发现屋外已是天光大亮 但小镇却出奇的安静和诡异,远处还有飘向天空的滚滚黑烟 除此之外,电话断线以及室内停电也让一切显得更加古怪 带着疑惑的心情,奥利来到户外检修线路 而在为柴油发电机补充燃料时,她突然听到远处传来了奇怪的嘶吼声 感到疑惑的奥利再次返回了公寓一楼的酒吧 而好奇向外张望的她突然被一个人影吓到 于是她忍不住追了上去 可奥利很快发现,被大雪覆盖的小镇此时死寂沉沉 路上还有人们逃窜时洒落的行李 以及一些滴落在雪地上的血迹 而沿着血迹,奥利在街角看到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受到惊吓的她也赶忙逃回了酒吧 巨大的撞门声让奥利无比恐惧 可就在她不知如何是好之际 吧台上的对讲机内突然响起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这个男人不仅准确叫出了奥利的名字 还指导她闭上眼带着对讲机朝门口走去 而随着对讲机里发出了一声怪音 门外的撞击声也随即停止 虽然侥幸逃过了一劫 但无论奥利如何追问 男人都不愿多做解释 在挂断通话之前 男人还提醒奥利 她只是格雷斯的朋友 而格雷斯临死前给奥利留下了提示 并需要奥利自己去寻找 此时受到严重惊吓的奥利寂静崩溃 但她依然在混乱之中找到了格雷斯留给她的信封 而信封里的磁带则是格雷斯的字数 里面更是记录了她的一个伟大发现 原来格雷斯生前发现了一些远古信号 这些信号承载了一些无法用言语描述的力量 而为了确保这些信号不被有心之人利用 格雷斯便将它们拆分藏在了自己喜欢的乐曲之中 她相信只有最了解她的奥利才能找到所有磁带 并最终获得解决问题的答案 而在恍惚之间 奥利觉得自己拿着手电来到了黑暗的公路旁 但一种可怕的感觉却从心底升起 就在她拿起石头准备防御时 她竟然再次回到了格雷斯的公寓 而从被石头刺破的世界地图后面 她最终找到了一些线索以及一盘磁带 可就在她研究这些线索时 男人的声音再次从对讲机内响起 她声称格雷斯发现的这些信号能够打开次元门 并释放一些人类从未了解过的生物 这些未知生物利用远古信号悄悄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而男人则希望奥利能找到格雷斯留下的所有线索 并关闭这个可怕的次元门 可对于孤身一人的奥利来说 男人交代给他的任务着实太过艰巨 于是他随即关掉了对讲机 而利用好友囤在家里的储备 奥利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比空虚的日子 可突然有一天 他竟然在半梦半醒之中看到了一个怪物 而充于本能反抗的他在清醒后却发现 他的手臂早已鲜血淋漓 但眼前除了一面墙壁之外空无一物 在简单地处理了伤口之后 奥利开始面对储备耗尽的问题 而为了找到格雷斯留下的答案 他又重新梳理了所有线索 然后标注了小镇上格雷斯可能藏匿磁带的地方 带上随身听 奥利开始在音乐的保护下 像格雷斯一样沿着小镇行走 而在堆满食物的超市内 他找到了格雷斯留下的三号磁带 在简单收集了一些储备后 奥利便准备返回好友的公寓 但就在他准备出发时 他却发现了地面上的血迹 并以此看到了仓库内已经死去的男人 带着唏嘘不已的情绪 奥利离开了超市 可他却在路上遭遇了怪物的追捕 情急之下 奥利只能躲入一辆货车 然后将他找到的磁带塞进车里播放 而在恍惚之间 奥利竟然进入到了一个二维的动画世界 起初奥利以为 在这个世界就能躲开怪物的袭击 但他却发现怪物紧追不舍 于是他再次没命地逃了起来 并在慌张之下不幸落入海中 而就在他昏迷之际 好友的声音突然在他耳边炸开 从现实世界醒来的奥利也发现 自己竟然在汽车底下 在艰难地从车底爬出后 奥利继续开始寻找剩余的磁带 而顺着他之前研究的线索 奥利在剧院的座椅下 发现了好友藏起来的四号磁带 带着一身的疲惫 孤身一人的奥利缓缓睡去 但他却被记忆中可怕的场景惊醒 并最终选择走出了剧院 只是在昏暗的街道中 奥利竟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怪物 正在缓缓朝远方移动 带着一丝默默和绝望 奥利准备继续寻找剩余的磁带 而在黑暗的图书馆内 他又见到了可怕的一幕 并强装镇定地躲过了这个怪物 在找到五号磁带后 奥利选择留在图书馆过夜 并在梦中见到了死去的好友 虽然他潜意识里知晓好友已经死去 但他依然无法面对这个事实 而在与好友争论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无法面对的 除了好友的死亡 还有他之前出轨的真相 在向好友袒露心声后 苏醒的奥利开始播放四号磁带 可在嘈杂的音乐声中 诡异的信号也随即响起 而除了周围的书本缓缓飘起以外 他周围的场景也在不断切换 等到奥利从恍惚中醒来时 他发现原本黑暗的图书馆内 竟然灯火通明 这里似乎一下回到了灾难发生前 可奥利很快就将自己 从幻境中拉了出来 而在堆积的图书中 他继续播放了四号磁带 在这些信号的指引下 奥利看到了那段 被他深藏起来的记忆 在熟悉的海边 除了在沙滩上瑟瑟发抖的男友爱德华外 还有曾经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他 而在重叠的图像之下 奥利重新做出了选择 他将海里站着的男人狠狠按入海中 并在魂迹中重新回到了现实 在完成了内心的抗争后 奥利举起油灯离开了图书馆 可在见到那个挣扎着脱皮的怪物时 他却没有选择用信号攻击 而随着怪物撂抢离开 奥利也找到了最后一盘六号磁带 于是带着所有编号的磁带 奥利来到了镇上的广播站 并开始逐一播放这些磁带 起初奥利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关闭次元门 可在独自等待了许久后 奥利却再次从对讲机内听到了男人的声音 而经由对方的解释 他才得知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幸存者 还有很多人类活了下来 但他刚刚却进行了错误的操作 所以次元门已被彻底打开 对方也表示已经无力回天 眼看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奥利惊讶之余 将所有磁带上的字母拼凑在了一起 而原谅和忘记这两个词 让他彻底放下了一切 于是他不顾男人的阻拦 默默地走到了户外 此时次元门的力量 开始在小镇附近的山地上汇聚 而过去的回忆也如潮水般向奥利涌来 但他此时却不再恐惧 并勇敢地走进了情况不明的一世界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